他問說,一年當中有五個星期一的月份 最多有幾個人 我們現在來看 一年的話,他有365天 如果平年的話 365天 如果論年的話,那就是366 那他會最多有幾個星期一 假設元月1號是星期一的話 那麼這一年的話,他有最多星期一 那一年當中最多有幾個星期呢? 365 我除以七天吧 75、35 這是15 72年14比一天 所以最多有53個星期一 最多有53個星期一 因為有52個七 你如果元月1號是星期一的話 那麼第三百六十五天也是星期一 這樣最多有53個 你如果是366的話 最多也是53個 好,那我們曉得說 一個月 一個月的話 他最多的話 有五個星期一 最少的話 有四個 所以的話 我們現在就知道說 我們把這53個星期一 53個星期一的話 我先給他除以12個月 平均分配 平均分配 除以12個月 12個月的話 就多少 就是等於 4 4 12的8 4 1的4 5 剩下5 5個星期一 這5個星期一的話 在這12個月裡面 擠進一個 所以事實際上最多有五個 五個月的話 最多會有五個月 那一個月內 他有五個星期一 所以答案是五個 答案是五個 就是這一個 這個余數 余數 就是說 我現在的話 53個星期一嘛 我們要分配下去嘛 分配下去 四個四個四個 總共四十八個嘛 那剩下的五個星期一的話 我就是每一個月的話 就是 其中有五個月 會有多出一個 一個星期一 所以什麼呢 所以有 最多有五個什麼呢 五個月 他會有五個星期一 所以答案是五 答案的話 答案的話 應該是選A啦 最多的話 會有五個星期一啦 嗯 這個對啦 因為一年最多是五三個星期一 除以十二 四十八 沒有錯 所以最多呢 會有五個星期一 會有五個月 會有五個月 五個月的話 那五個月的話呢 每一個月他都有五個星期一 有五個星期一 除以十五個星期一 在六個星期一 有五個星期一